那你所謂的豬頭是誰嘛 你說不要提個豬頭 不努力的人才是 不努力的人才是 那你的民調起不來 你是不是不努力啊 我很努力啊 你努力為什麼會起不來呢 距交年題選戰 民進黨台北西元陳怡君 槓上副市長黃珊珊 所以你今天 你對於你要參選 你也遮遮掩掩的 不敢很明白 很直接的講 你參選到底嘛 你不敢講嘛 你沒有自信嘛 我要參選的時候 就會告訴你 好啦就這樣子 我把這顆豬頭就送給你啦 看看豬頭想想自己 到底要不要參選 黃珊珊不鬆口 難道年底選戰 真有可能藍白河嗎 年底台北市長 選舉絕對不會有藍白河 那有沒有可能綠白河 綠白應該不會跟你合 我想這個 不一定喔 我會支持黃珊珊 在任何的場合 你不會為了你2024年的選舉 來出賣黃珊珊嗎 會不會 不要說出賣 我覺得他是 準備最好的市長 市長人選 說他這個是2024年 總統選舉的起手勢 不限三缸 想太多了 如果郭台銘真的要選舉 總統的時候 找你搭檔 你會願意嗎 到時候再講 選舉議題 柯文哲不願多談 因為現在光是台北市政 就被盯得滿頭包 台北捷運公司問題不斷 但柯市長卻還在狀況外 難道真的像議員說的 仍在市府 但新卻在總統府忙 你政頭比較重 你要吃六顆 把我們比較注意的 不要這樣 整天要選總統 行政不動力 要選市長 新新聞理事宣 顧彥廷 採訪報導 暫停 暫停